这些客家见晓鲜 来自每逐生年 就近楼台湖镇 探请成都客家 心为客家你 爱说客家 在客家会面 我的地方都讲 她的心中 哪一份爱好朋友 先说客家 我们的车在路上抛锚了 我坐飞机过来的 见面生 她说你是客家人吗 你是哪里人啊 四川有客家人吗 他们来源哪里 又主要分布在哪个地方呢 大家好 我是孙小娟 为了探寻客家 我从广东来到四川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落袋古镇 客家人是何时从何地 迁徙到天府之国 四川的呢 根据大量文献考证 四川客家人啊 大约是在1680年至1800年间 从越东越北 闽西干南等地相继嵌入的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湖广田四川大规模移民运动 客家人现在分散在四川各地 其中以驼江流域和成都东郊 最为集中 其中落袋古镇是成都东郊 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地域 深厚的客家古镇 镇域人口4.5万人 85%以上的居民是客家移民后裔 客家化 客家建筑 客家美食 客家民俗 传承至今 被称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阵 值得一提的是 仅次于西南官化 客家化是四川的第二大方言 据了解 现在全川讲客家化的人口啊 达到150万人 覆盖面达到1200平方公里 可以说客家开发了四川 也发展了四川 大家好 我们是客家建筑 来自美术生年 粉丝片中 日向建家的成都阿雄 小眼日间 同大家见出来了 同大家大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们是成都阿雄 阿雄 你的客家化是什么人教你教的吗 我 就是从事阿妈阿爸 阿公阿婆 家公家婆 今天床下来 从事就 就说的了 那你平时 散发过程当中 都在说客家化吗 对啊 有了我们的图书 还有我们的整个对话 整个整合 当中的全部都开发了 点赞 对 我们的成都开发了还得多 问我说明啊你 因为粉丝片 如果对成都客家 很有趣的 你可认同大家认识 成都客家 从那里来 然后见到主要品牌 从成都所爱的 全你成都开发了 主要是从江西 还有一个广东 我主要是从广东 然后是江西附近 三个地方牵过来的 嗯 最多的是广东嘛 然后成都现在是三万潭 这就是最多客户 三万潭的周边 辐射 几个阵 都会存 客户的象征 嗯 那你说客家 同样吗 同样啊 同样 我们的同样 我们的学生 都能来唱 都是我 刚才告诉你 公司吧 可以啊 最经典的排排座好吗 好 排排座 唱三个 排排座 唱三个 改变 成了 改变 佛 改变 成了 改变 佛 你来唱来 爱拉唱 你老唱了 爱拉唱 阿公阿婆 小呵呵 阿公阿婆 小呵呵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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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的客家 都不会说 你不认识 但是他们是亲切 他们只说的 只不认识 百分之九十一 少数就认识 九六是没问题的 对 刚才说客家的传承 都在家庭 返金里做 对对对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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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 有 那你会 搞小评 如说客家吗 真的搞 但是现在 不说了 就搞这些 阿妈阿爸 阿公阿婆 阿姑阿家 现在都简单 点赞 点赞 健康 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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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云 得云